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巧克力王国比利时文明全球 三五部就有一家巧克力店的一级战区布鲁塞尔 有位来自台中的许悦词 是巧克力博物馆里顶尖的巧克力师 不但融入台湾食材 也是少数能传授从生豆到巧克力块 全套制成的达人 一起来看他的故事 布鲁塞尔大广场一带的巧克力博物馆 一位亚洲师傅穿梭其中 他是来自台中的许悦词 现在是比利时顶尖的巧克力师 更是少数能传授从生豆到巧克力块 全套制成的讲师 刚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一个台湾人 你跑来比利时做巧克力呢 有没有搞错啊 你真的会吗 但是后来当然就是日常的工作啊 然后有一次会研发一些新的产品啊 最近的作品就是自有生活这一个 这个青蛙池的巧克力 它其实全部都是巧克力 将东方元素融入巧克力制作 许悦词当初驾到比利时 为了发展一技之长 一头栽进欧洲人主场的巧克力世界 他尝试在巧克力中加入亚洲食材 像是日本柚子 马薯 台湾荔枝 凤梨等等 创新的表现经验同事 走出自己独到的巧克力之人之路 巧克力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态度 因为我觉得巧克力的本质 其实就是苦苦的 甜甜的 然后就是跟我们的人生差不多嘛 然后有一期我觉得在做巧克力 这个我也学到一些就是 其实要很平缓 不疾不虚的 如果很赶的要完成一件 是要做成一个作品的话 其实到最后就是巧克力条纹也不成功 你就没有光泽 没有脆感 巧克力做出来不好吃 所以我觉得跟我自己的人生态度 其实还蛮像的 从培训班巧克力大厂到观光博物馆集场 许越茨凭借着耐心一步一脚印实现立项 他说生活在布鲁塞尔 每天都在吸收巧克力新知 期许在竞争环境下 让更多欧洲人品尝到亚洲口味巧克力的美味 主要是记者天息录 布鲁塞尔报导 还有美食经典创意间距丰富多元 近日昆山科技大学赴阿根廷 与当地厨艺学校进行交流 两校签署备忘录 期望架构餐饮管理和厨艺的交流平台 端出新式台式佳肴 进场宾客细细品味惊喜连连 近年在料理竞赛屡创夹击的昆山科技大学 日前赴南美洲国家阿根廷 在阿根廷代表处 梅河下与当地名为猫杜马斯的厨艺学校 进行交流 双方还签下合作备忘录 期盼未来有机会 架构两校互惠的国际厨艺 与餐饮管理交流平台 在这些人生 zijn 与提出养和建源 与在加尔方的关节 与对此关键与我们两个人 与出国家的游客 今天 并非同志 可以与出国公民 与出国公民 与出国 和集合 与出国公民 与出国公民 我曾经在这个国防码学院的工程也有关系 因此,非常有关系的地方 各种比较自动的公司 像它的同众币 我们现在遇到我们这个领装我们的合谐 因为它是一个领装的工程 在台北美其林律星餐廳副主廚李建明 也特地为阿根廷厨艺学校 设计舞蹈台式经典和创意料理 并现场示范烹饪 祝阿根廷代表谢妙宏表示 美食是一国的文化精髓 台湾具有丰富多元的美食文化 透过美食推展国际 展现文化软实力 中央社记者黄韵如 布宜诺斯爱丽丝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在首尔市中心也能看到极光 由首尔设计财团主办的首尔灯光秀 迈入第五年 以往都在冬天举办的灯光秀 今年起加开秋季场 艺术家运用世卫科技 让民众体验四季风光之外 也把极光带到首尔 让民众有不一样的体验 四季花朵随着音乐摇曳绽放 黑夜中万紫千红 民众纷纷拿起手机 记录这华丽的时刻 迈入第五年的Solite灯光秀 夜间在东大门设计广场的墙面 投放法国艺术家喜瓦利的作品 喜瓦利擅长以电脑程式 作为艺术表现方式 这次作品除了过去在欧洲体验的四季风光 也从韩国自然中得到许多灵感 首次尝试透过AI处理影像资料 以非现实的色彩与质感呈现 另外瑞士艺术家阿切尔 透过烟雾搭配雷射灯光 把特定区域才有的激光现象 重现在首尔民众眼前 希望透过艺术 激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首尔灯光秀往年接在冬季举办 今年起加开秋季场 室内展厅也有多样性展览 包括BTS在葛莱美音乐奖表演时 穿的服装展 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借由扩大举办 吸引世界更多艺术创作者交流 展出更多独特作品 中央社界的廖宇阳首尔报道 感谢您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 都有播出 我是吴亦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